你在一片湖海里诞生 在景陶骇浪中截然前行 你从一叶小舟起航 如今已经如飞沙绿水波澜洞津 时光浸染着鲜贝壁血的浅湾 你已经列阵在大洋深蓝 护航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 你必将建功在碧海蓝天 祝贺你生日 神州挂马旗 纪念人民海军成立七十周年 系列节目《向海图墙》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第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蓝白色炙热火焰攀冲 一架殲15舰载战斗机 沿着华越甲板 弹空而起 驾驶战斗机的 是时任海军舰载机某航空兵团的团长徐英 在航母上进行起飞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然而这晚所有人的心都为他揪了起来 夜间非常容易发生错觉 就是因为你在操纵的时候 量越大 操纵越粗就会发生错觉 就是越容易诱发错觉 稳定情绪是徐英此时需要做好的事情 因为接下来他要做的夜间捉舰动作 将关系着中国航母事业 能否迈入一个新的计划 发展航母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对我们舰载机飞员 是在这个梦想实现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2012年9月25日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迎来了交接入列的庄严时刻 人民海军开启了波澜壮阔的航母时代 航空母舰是一种以舰载机为作战武器的大型水面舰铁 可以供舰载机起飞和降落 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庞大 最复杂 威力最强的武器之一 依靠航空母舰 一个国家可以在远离弃国土的地方 在不依靠当地机场的情况下 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作战行动 中国发展航母 首先表明中国海军战略 已经从近海防御走向了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 就我们远海防卫已经进入到我们海防的重要的一个领域 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 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 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海域 保卫海上安全 维护临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 而航母战斗力的形成 作为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象征 一个国家政治 经济 国防 科技力量的综合体现 更是需要每一个参与航母发展事业的人 拼尽全力 2012年10月12日 辽宁舰入列后不到20天 就开始首次出海 2012年11月23日 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戴明蒙 驾驶歼15战机 成功在辽宁舰上进行起降飞行训练 2015年12月 新的一批舰载机飞行员 取得了骤歼着舰舰资质认证 从此作为我军的新型作战力量 现在战斗机飞行员 像拓荒症一样 耕耘着 培育着属于他们的航母梦 夜间着舰确实是这里面风险最高的 而且不是所有的具备航母的国家 都具备夜间着舰的能力 我觉得夜间我们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拿下来 它的这种难度就好像我们 比方说我开着一辆车 只有这四个轮胎从两个铁轨上走过去 铁轨两边又是万丈深渊 有任何小的失误 飞机就掉下去了 舰载战斗机 使航母编队实施远距离作战的拳头力量 夜间飞行只是第一步 闯过夜间着舰这一关 才算是真正打好了夜间作战的基础 准备回收监督飞机 准备回收监督飞机 放下起落架 放下尾钩 随着阻拦锁与尾钩紧紧挂在一起 夜间着舰 这个高难度的科目 也被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攻破 几落之间 我国航母作战能力 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运 然而这一切 在七十年前的中国 是不敢想象的 开始前海军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就是 我到尾哈尾 去看看牛公岛 这是一段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 画面上的老人名叫萧静光 前半生都没怎么见过大海的他 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人民海军第一任司令员 1950年3月17日 借渔船登上刘公岛视察的事情 萧静光念叨了一辈子 刘公岛 刘公岛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湾内 素有东鱼平帆之城 1894年甲武海战 北洋水师最终在刘公岛全军覆没 成了一代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机 守卫海江寸海不让 成为了每一个新中国海军战士的共同心商 尤其涉海国家如果没有海防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国门洞开 如果没有一支坚强的海军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的国防 基本上是谈不上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空间 海权星则国运星 海权墙则国家墙 站在刘公岛上视察工作的萧静光 暗下决心 曾经发生在这片海江上的历史 无论如何都不能重演 然而1949年4月23日才成立的人民海军 在交付到他手上时 全部家当却少得可怜 那么当时我们海军没有舰艇 主要的当时得到的舰艇 都是国民党起义的舰艇 和我们缴获的一部分老旧的舰艇 这些舰艇规格不一样 很多都是二十大战以后 从美国人手里接到的一些剩余物资 然而 正是这些以现代人眼光看来 残就落后的舰船 却是当时人民海军保驾卫国的全部希望 就在司令员萧静光 视察刘公岛 仅仅两个月之后 人民海军就奉命参战 这一次和他们对战的 是国民党第三舰队 时间在变 努力成为一支强大海军的步伐 却从未停歇 一代代海军官兵 在锤炼中也迅速地成长起来 随着战斗警报的拉响 北海舰队淋异舰上的所有官兵迅速抵达站位 虽然此时舰船外的海面异常平静 但就在刚刚情报显示 他们已经被敌方锁定 如果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还击 林一舰就将面临被击沉的威胁 瞬间我们这种警惕的意识就马上起来了 各雷达加强队海空观察量 遭遇不是第一次带领全舰官兵处理这样的突发特情 林一舰舰长张广耀镇定自动 没有一丝慌乱 根据上级通报的信息 林一舰组织雷达试试开机 对可疑海域进行搜索 在较短时间内发现并判明了目标 炮 炮响把碎 然而舰艇所受到的威胁还未完全解除 空中两座导弹 一前一后抄地空飞行 直冲编队而来 前舰做好防装准备 前舰做好防装准备 林一舰等五艘舰艇迅速调整队形 占领攻击阵地 随着林一舰一阵密集的火炮 空中威胁得以解除 从突发特警到全部处置解决 林一舰冠兵仅用时十几分钟 而他们快速反应的能力和临危不乱的自信 不仅源于平时刻苦努力的训练 更得以与林一舰优良的历史传统 林一舰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 2012年年底加入海军序列 在林一舰的大事迹中 清晰记录了他全速追赶的航计 入列仅九个月 通过全训考核 入列刚满两年 执行海军第十九批亚丁湾护航任务 顺利完成三十六批 一百零九艘中外船舶的护航任务 发现并驱离疑似海盗船只十三批八十七艘 任务过程中 林卫受命紧急赶赴夜门撤侨 三进三出 共救出被困的中外公民 共计四百三十二人 同年代表中国海军 首次在地中海海域 与俄罗斯展开海上联合2015军事演习 并获得了俄罗斯海军的高度赞扬 海军还在海军事рads 海军事演习 群 林中 海军事只剩 ambush 海军事 沙ých 这一位 海军事 找导致 进行四季了 入列六年多来 林意见年军出海时间二百天以上 航技遍布四大洲三大洋 航行十五万余海里 在不断的摔打和磨炼中 林意见官兵也迅速地成长起来 我们离间短短的六年出访了十国十二岗 可以说只要有我们国家海外航线 就有我们的航纪拓展 我们的海外航线延伸到哪 我们离间的航纪就拓展 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强大 感受到人民军队 特别人民海军的发展 感受到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海 走向远海 2016年12月 作为编队署舰 林一舰跟随辽宁舰航母编队 执行远海训练任务 通过公国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当中国航母编队在远海大洋纵横驰骋的画面 通过媒体首次公开时 气势澎湃的编队画面 给了国人很大的鼓舞 预备放 十両航舰现在具有了初步的初始作战能力 我们远海远洋的作战能力 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林一舰的成长 只是海军众多舰艇的一个小小缩影 从寥寥无几的万国派破旧舰船 到近年来大量新装备快速列装 从到国外购买水面舰艇 到如今 中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驱逐舰下水 小艇走向大舰 黄水挺进深蓝 无数人倾尽心血 奋斗半个多世纪 今天的人民海军 正以全新姿态 屹立于世界东方 目前为止055大区 我们在实践驱逐舰 我们处于领先的地步了 领先所谓就是 跟大家齐头并进了 我们跟人家没有代差了 我们的赶超的步伐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的驱逐舰 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北洋海军那个时期到现在 实际上放在大的历史来 长河里面来说 很短暂的一个片段 一个多世纪 但是我们居然能够出现 这种翻天覆地的进步 跟这种转变的话 这是一个就是 可以说在世界海军发展史上 都是一个堪称奇迹的一个世界 历史的画卷 总是在比例前行中铺张 时代的华章 总是在不懈奋斗里梳醒 时代在变 海军官兵爱国之心 想国之心 却始终属一 他们用一个个踏实的脚印 蹚出了人民海军自己的辉煌之路 用一个个坚毅的背影 在训练场上 在海岛之上 在大洋之上 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有他们在 我们相信未来可期 你在一片苦海里诞生 在惊讨骇浪中 截然前行 你从一夜小舟起航 如今 已经如飞沙掠水 波澜洞津 使过 尽染着鲜被碧血的浅弯 你已经列阵在大洋深蓝 护航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 你必将建功在碧海蓝天 祝贺你生日 神州挂马旗 纪念人民海军成立七十周年 系列节目 向海图墙 军事纪实下期播出 第二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